大家好 我是终于老马 现在有很多人早晨起来 就感觉他的上眼睫特别的肿 有时候眼带也特别的大 大家想想他为什么会肿起来 眼带为什么会大 一定是有水湿 没有水湿的存在 它能够肿起来吗 是因为我们细胞间隙内的水液的增多 而造成了细胞间隙增大 而使我们的眼皮肿和眼带大 其实我们的眼检归我们的皮所论主 那么我们的肿一定有了水湿 在我们内经素问举痛论中 有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注尸肿满 结属于皮 那么我们健皮就能化湿 而皮喜造而勿湿 所以说当我们眼皮肿眼带大的时候 大家一定记住来健皮化湿 健皮化湿的基础上 我们要通力肺桥 因为肺为水质上染 而肺主治解通调水道 也参与了我们水液代谢的过程 同时我们肺脾二脏不立 也会造成我们的眼检的肿 水液代谢失常 那么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怎样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上眼睛的肿 这个患者是一个36岁的弹性女子 她每天早上起来 眼检就感觉特别的肿 眼带现在也比较大 优于美丽的原因说爱美之心人皆有志 她就感觉不好看 然后就找朋友介绍来到了 她说我这个眼检和眼袋就早人特别的大 当吃完早餐以后稍稍得以缓解 大家想想她为什么吃完早餐以后 她稍稍得以缓解 主要原因吃完饭以后 我们的脾气得以稍微的充氧 那么阳气得以稍微的回复 那么脾蕴化水湿化湿为筋 那么同时我们的脾旺则废气旺 通调水道功能也正常 那么水湿自然慢慢的就消退了 而她的眼皮的肿也慢慢的减小 所以说从这个来看 其实就是脾肺气虚造成 那么你还有别的症状吗 我说她说我就感觉气躲 而且浑身没有力点乏力 其实耗了耗了卖 卖是一个虚卖弱卖 同时还稍微有一点乳 但是也摸不出来 因为就这点水也摸不出乳卖 而舌头舌淡太白烧腻 说明了脾须有了湿 湿血困脾 也更加重了我们脾须的症状 同时湿血尚自于肺 使肺的通调水道功能 主织节的功能也失调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上一年的肿 下一年的肿 我说你有没有小腿的肿 有没有手造成起来脏 他说有时候也有 但是很少 好了 我说你这个就从肺脾二脏来论 贱脾一肺 话谈去尸 就能解决你的症状 其实我给他开的方子 也很简单 也是六君子加黄旗 稍微加了一位泽蟹 一个又加了一位杏仁 有人说你加杏仁干啥 杏仁那是宣废平传止咳的 其实杏仁啊 宣废使水气从上脚得以宣发 水气从上脚得以宣发 得以宣散 而贱脾使中脚之师得以化 其实就是六君子加黄旗 加泽蟹加我们的杏仁 既能贱脾化湿 又能诞生历师来历小便 又能够用杏仁宣废而化上脚 上中下三脚得以通 为什么得以通啊 因为我们的三脚来通水通气 是气血今夜的运行的通道 尤其是气和水的运行通道 所以说通力三脚 这个患者呢 用了两周眼睛就不肿了 所以说抓主症抓病期 是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不二法 关其脉症吃饭和你随症治疾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意义回复